见唐三还是小五 当然是小五了 小辈的新名字是小狗蛋 他有什么破名字 我不想要 不可以 再一个见迪迦还是赛罗 当然是迪迦了 迪迦是最厉害的 大宝的新名字是美女 什么 美女 我一个男孩子叫美女 会被大家笑话的 希娜 我也来学名字了 你选红色蜂吧 还是蓝色17 当然是蓝色17了 那你的新名字就是老六 我不要当老六啊 行啊可以让我再选一次吗 规则就是每个人只能选一次 要不你问问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同意让我再选一次吗 如果同意的话就发送一一 不同意的话就发送啊啊啊 有人发送了啊啊啊 所以你不能重新选择了 好吧 那我以后就叫老六了 美女快出来 弟弟妹妹来找你玩了 妈妈 可不可以不要叫我美女 我是男生 叫你美女还不开心啊 谁让你的名字 就是美女呢 哈哈 哥哥 你怎么变成美女哥哥了 啊 不要叫我美女哥哥 不跟你们玩了 妈妈 我就上学了 站住 你的帽子下藏的是什么 给我站住 不要啊 我不要这些帽子 哈哈哈哈 小狗蛋 你戴帽子 就是为了挡住自己的名字吗 没错啊 我的名字真是太难听了 我讨厌这个名字 哈哈 狗蛋多可爱呀 小狗蛋呀小狗蛋 哈哈 妈妈 你还嘲笑我 我不要跟你说话了 老六 你这次考了一百分 真是个老六 老师 你怎么可以骂我呢 哈哈 我可没有骂你 谁让你的名字就是老六呢 老六 要继续加油哦 现在就让我们再选一次名字吧 妈妈老师嘲笑我的名字 我更惨 被弟弟妹妹一直追着喊美女哥哥 我还经常被老师说真是个老六 哈哈 你们真的好彩啊 不过 我不能让你们重新选名字 哈哈 那我以后 岂不是一直要叫老六 好不要啊 不是的 我可以让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帮你们重新取名字 伙伴们 你们想让 老六 美女 小狗蛋 改成什么名字呢 快去评论区 留言告诉我吧 其次 大家可一定要帮我们 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呀 拜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